强化高龄者的媒体试读 培养辨别媒体资讯是非的能力 大同有线电视跟乔光科大 共同举办了媒体试读公民陪力计划 邀请到法律系副教授杨东莲 通过生动有趣的演讲 避免长者误信媒体跟消保纠纷的问题 哎呦这个骨头有点酸 这个骨头筋应该不错吧 法律系副教授杨东莲 举地民众生活中常出现的大量资讯 其实常常属于不实的广告 现代媒体资讯泛滥 很多不实的广告和资讯来源 都需要经过验证才知真伪 透过讲座 加强长者对于媒体是非辨别的能力 今天老师说的 让我们学家这么多资讯 不说去菜市场 在媒体还是电视 留着人们就说好处的时候 我们就答应 所以就要有很多讨厉 不要说 人来说我们就对人去 没有就刚才这年这么好的老师 他把理论变成实质 让我们听 最起源对我来说 我的感受很深 就是说实在是 给政家很多地市 大团有限电视与乔光科大共同举办媒体试读公民赔利计划 透过演讲者自身与身边有人 误信广告资讯等经验 与民众分享 也提供消保规范与正确知识 避免民众陷入纠纷 透过法律的逻辑简单的训练 让我们老人家可以有一个判断的能力 那对于消费的能力提升 那一方面呢可以让他自己在做消费的时候 不要以后再有任何受骗上当的情况 那也可以透过他的知识 传递给他的家人 然后让整体的消费意识提升 很多长者们在家里可能就是平时只是看看电视 可是对于一些媒体的一些陷阱 或者是说一些网路上面的一个陷阱 不是这么了解 所以我们大屯有限基于就是社会公益的一个角度 我们希望每年都持续办理这种媒体试图活动 教导我们的长者们可以认识更多的 媒体里面的一些小陷阱 随着社会迈入高龄化 媒体资讯爆炸的时代 大屯有限电视透过举办讲座 除了鼓励长者终身学习外 也期望运用在地媒体的力量 将正确媒体观念传递出去 藉由来外台中采访报导